最近一段时间从那个YouTube视频过来咨询我美国接触人台移民的人突然就多了 而且从B站还有头条抖音过来咨询我美国移民的人也多了 那我发的这些平台的话都是为了防盗视频啊 包括在日本韩国欧洲一些小伙伴也来咨询我美国接触人台移民 而且他们都是看了某书上的那些中介广告啊 说美国接触人台重大变革拿绿卡更容易了 我翻了一番确实是这么说的 你比如说他们打了广告词就是简单申请标准增加了灵活性 然后材料准备方向更明确申请可能更简单 其实你们也知道我已经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不怎么说美国移民这个事了 两个原因第一是呢这两年的这个这一年吧 这个拒签率和补件率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申请难度越来越大 这个和中国中介造假包装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个原因是我的这个律师的工作量提高了 之前还有很多签约的客人由于各种原因 比如说补件拒签需要重新申请 导致积压的这个工作量太大忙不过来 所以几乎不签新客户了几乎不签 那么作为我来讲 我并不用把这件事当成我的一个主要工作 而且律师给我的实心并不高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几乎就是在做慈善工作 和我付出的时间精力来比的话 我认为经济价值不大 所以这件事我就没再去说 说白了我懒得去讲 但是最近问的人太多了 导致我每天不厌其烦的去拒绝别人 我就是看他们发的信息 就需要一定的我自己去支配时间去看这个信息 所以说我今天就想公开讲一下这个事情 接着刚才说那个某书上面的广告 然后你再看他们打的这个广告语的封面 什么企业高管拿美国绿卡门槛再放宽 没想到自己也是EB1A接触人才 突发EB1A重大变革 拿绿卡更容易 美国移民EB1A出台利好政策 标准大更新条件降低 申请更容易 美国移民EB1A又变了 都在2024年了 还有这种什么入行八年的这种吹牛逼的广告 我也是醉了 大家知道我这个频道就是 从讲美国接触人才移民开始起来的 就开始很多人关注 同时我也在过去两年时间 也的确是协助我们家当初移民美国的这个律师 做一些客户的协调工作 而且客观讲 我在2022年半年时间 帮我的律师签的美国接触人才的客户 都比刚才看到那个广告 所谓八年入行建造的案例都多 说的不客气 八年三百个经验 还不如我这边律师的一个 兼职翻译见过的客户材料多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吹牛逼望打草稿 顾前不顾后 你看过我以前的视频的朋友可能还记得 我电脑里至今保留着被中国的中介公司 骗的客户案例三百多个 我单独拿了一个硬盘来存这些材料 而且陆陆续续一直有人过来 就是这两年啊 一直有人想套我的这些客户资料 给我反馈的这些材料被骗的 我也搞不清楚是哪一家 可能不是一家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些广告 有很多都是同一家公司的不同的名字 不同的账号发的广告 再看这个最新出现频率很高的广告 美国绿卡大跳水 四万美金就能拿绿卡 新政来了 2024开过公司就能申请美国绿卡 请原谅我说的这么直接 因为我确实从这两年的 杰出人才申请的情况分析 我不得不给各位 有意向移民美国的朋友 泼一盆冷水 这些广告全是胡扯 普通人想移民美国 除了结婚 你做假的政治庇护 材料造假 你如果想申请美国 接触人才移民 几乎就是做梦 当然了 美国接触人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所以我今天重新强调一下 如果你是本科学历 但是你有很多学术材料 比如说你有专利 以及专利的应用 或者说你发表过很多论文 获得了行业 杰出的国际奖项 那么你还是可以试一试的 如果说你是硕士 博士学历 然后你一直从事的是科研工作 有学术材料 有论文 有国际奖 有发明专利 参与过大型的重大的项目 或者说你如果学历不高 但是你是专业运动员 艺术家 获得过国际冠军 获得过这个 比如说乐团的指挥 你发表过论文 出过书 参加过国际演出 有一个我接触过的一个客人 他发表过很多 出了很多书 发表很多论文 但是学历不高 行业内获得很多奖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这些是我们说的普通人吗 并不是对吧 什么是普通人 公司的会计 每天上下班 银行的出纳 保险公司的销售冠军 虽然说你赚钱很厉害 比如说你一年能赚两百万 三百万人民币 但是你拿不出来真材实料的 这个学术证据 这两年我这边这个律师 做的这个案例 确实有银行的行长 有分行的 有省行的 还有国家行的 但是人家有技术 他本身就是做技术工程师 出身 有的行长他自己有专利 什么数字化发明 银行风控系统设计的这个专家 发表过英文的论文 在国际上讲过 发言讲话做报告 那你说靠贷款业绩上去的这种行长 他能一样吗 高校老师也有申请通过的 但也不是说普通的老师 人家在中南海内参 发表过学术文章 和在学生宿舍担任辅导员的老师 他能是一种老师吗 医院的主日医生 咨询美国接触人才移民的也很多 但是你说在美国的医学杂志 发表过十几篇论文 在美国的学术会议 做过报告的医生 和靠关系上位的担任 业务院长的这种人际关系高手 他能一样吗 所以同样的岗位 他有不同的类型 美国欢迎的是有真材实力的 为美国做贡献的 将来可以纳税的这些接触人才 不是说投机取巧 靠包装假材料的 说的再直接点 有一个客人 他是体育界知名的教练 也是最近 很多材料都有 就是级别不太够 申请了三次都被拒了 虽然说有运气的成分 但是也从侧面证明了 美国移民现在没那么简单 美国移民局他不是傻子啊 如果说你和我一样 比如说你七年前 八年前你申请美国接触人才 那么说的难听点 差不多就行了 物业公司老总也能过 外企的高管也能过 乐团指挥 或者说是这个首席也能过 十年经验的主治医生也能过 体工大队的运动员 你获得过一个什么 国家冠军也能过 我说是七年前啊 但是现在难上加难 以上说的这些基本上没可能 没有学术材料证明你是杰出的 还真不行 七年前硕士毕业 发表的毕业论文都可以 省级期刊都可以 你在国家期刊发表论文 现在不一定就行 美国的国家计划 你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和证据都不行 所谓中介说的移民局更新的标准 你打开移民局官网 自己都能看到奖项这一条 确认将考虑个人获得团队奖项 专业协会会员里边 明确可以参考过去的会员资格 发表文章删除了关于发表的 必须有对个人工作贡献价值的表述 展览的定义不限于艺术的公开展示 但是明确指出术语需要与艺术性关联 所以在适当证据支持的情况下 将艺术类展览作为可比较证据的一部分作为考虑 所以你看其实移民局的标准更新也就是措辞的明确 更加清晰化 看起来有一定灵活性 实际上大同小异 他在一个标准上更新看似是灵活了 但是其他的标准审理更加严格 不一定是好事 我这是通过最近通过的案例做的一个客观陈述 我不是吓唬你 或者说我有意去揭露这些中介的短 更不是去黑这些中介 我也不跟他们抢生意 当然中国的中介也没有啥可黑的 某书上的这个中介有一个说一个 都是骗钱的 毫不客气的讲 我知道我这个内容发出来 肯定又遭到新一轮的攻击 甚至可能会有人专门去写文章去黑我 不是可能是肯定 这两年找到过我 人身威胁 什么威胁孩子的 上来就骂娘的 号称要去找我中国的亲戚的 找我以前的什么住址的 找我同学的 还有找我过去单位的 让我走路小心的 说啥都有 我都习惯了 我不就是断了他们的财路吗 你现在YouTube上还有一个人 发了一个视频专门骂我 为啥呢 因为我不理他 我觉得他条件很差 完全没有可能申请接触人才 所以我就把他删了 删了以后呢 他又不断的过来骚扰我 我就给他拉黑了 就因为这个 他就一直说我是骗子 他妈的就是 我跟你讲 就是鳞子大了 啥鸟都有 我这就是告诉你 没有让你被那些四万美金 全家绿卡的这些中介骗 你能碰到我 真是你上辈子 积了八辈子得了 你因为这个去黑我 给脸不要脸 不知好歹 行了 这些我也不去说了 我也不想生活被他们去打扰 过去两年找我和律师签约的 很多客人 还没拿到移民局的批复 有的已经开始给他们做那个广州领馆面谈培训 然后准备过来了 有的是已经过来了 然后这些遗留的问题呢 先解决 通过我和律师签约的 我负责到底 除非你说你自己不做了 那我也不能逼着你去继续做 是吧 你认为自己可以试试 接触人才这条路 或者说想让律师帮你评估一下 你的可行性 你还可以找我 我也愿意协助你去试一试 毕竟能出来都是好事 你想去加拿大 我也可以给你介绍加拿大移民公司老板给你 这都没问题 但是你要是纯捣乱 我一看纯捣乱的 我肯定是拉黑 我不废话 谁的时间都不是说 专门在那等着你给你准备的 我还是那句话 美国不是菜市场 虽然说现在美国的通胀 物价 治安 种族问题 都是越来越严重 说白了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待得越久 你的语言越好 你越能体验到这个国家的问题所在 但是美国护照 美国绿卡 仍然是世界上 所有国家里面最难的 有的人可能会抬杠 某大国护照才是最难的 你放弃了 你就拿不回来了 我都懒得说这些东西 抬杠这些东西 大家都知道使难吃 不代表使能吃 是吧 朝鲜护照最难拿 给你你要吗 咱们心平气和的聊问题 抬杠是吧 那有人说 麦克你拿了美国护照 你不也要去日本生活吗 是啊 很多人拿了美国护照的目的 就是去其他国家方便 我承认我拿到美国护照的目的 就是去其他国家旅居 旅居全世界 但是我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 这个就是目的 不是说拿到美国护照 我必须住在美国 说到这里有人义愤填膺 你就是个精致利己主义者 你就是个自私的小人 这个你们去看看那个中国的平台啊 就是发的那些我为了防盗 发的那些视频留言 下边说啥都有 比这个更难听 没关系 我如果不立即 难道我指望你来管我的生活吗 我也没那么高达上 我不自私难道你来供我的生活 我也不是天天满世界到处去 散播爱的种子的那种渣男 我喜欢美国 我不一定住在美国 必须住在哪 多半是因为工作的限制 或者是金钱的限制 我理解的自由不是说你想干啥 你干啥 而是我不想住在美国 我就可以不住在美国 但是我想回来的时候 谁也拦不着 我可以随时回来 这个才是美国护照的价值所在 好了 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里 就是关于很多人找我 讲的这个中介 谈的这些美国移民更容易了 美国接触人才绿卡更好拿了 我就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关注 感谢大家关注